大家好 港股上星期由頭升到尾 而今早早就要回途 一度跌超過400點 失手了一條100天線 恆指今早早低開107點 之後跌幅很快擴大 最多跌過471點 低見26195點 跌穿了一條100天線 半日成交有449億 恆指中午收市要跌368點 收報26299點 至於國企指數 中午要跌155點 收報10299點 先看看內地今早早公佈的進出口數據 是遠差過預期的 按美元來計 12月進口按年跌了超過7% 12月的出口按年跌了超過4% 齊齊都創了2016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至於去年全年來計 按美元去計 中國的出口去年全年的增速 就是2011年以來最高 按年增長9.9% 去到24800億美元 而進口就增長超過一成半 有21400億美元 至於貿易順差 就是2013年以來最低 按年收集16.2% 去到3517億美元 立即找來今天的嘉賓 林佳琪、KK和我們一起聊聊 Hello,KK,你好 Hello,你好 雖然都預算會差 但12月的進出口數字 是否都令人失望呢,KK 如果你只是說按年去計算 或者按月計的話 那確實都仍然有一個倒退的情況 因為市場可能會想 12月初明明就有G20開會了 那開會的時間大家的反應都挺好 你應該一些的商業活動 或者進出口應該蓬勃 再加上只是以進口方面 市場都會認為中國在大豆的購買力增加的話 應該整體的數據都不會太差 但是你看到那個數字出來 都仍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落空的話 反映了就算有談判 或者接下來有一些叫好消息 未去到商業的活動可以帶動到 所以你說整體是否算是一個差呢 我覺得只是以市場的預算去計算 這次確實令市場有點失望 好啊 但是看到其實今早早 受到這個進出口數據去影響 看到A股和港股 今早早的跌幅都再擴大了 其實是否都要繼續借勢回吐 要去到哪一個位才會有支持 其實數據雖然是令市場預期中差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消息 就叫回討上個星期的升幅 因為上個星期整個市場 其實是由10天線的位置 就升到上去100天線的位置 所以今天的數據差 就形成了短期一個調整的借口 你看到A股今天就算是跌 都還沒有跌回上個星期五的低位 就是反映了消息是否傷害性這麼大呢 又不是說只是拿著一個短的借口 而恆指在這一轉 如果你說今天又再是100天線 這麼快又玩完的話 那就要留意了 下一轉在10天線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有支持 因為現在說的50天線 10天線和20天線 其實都越來越拉上來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抽升了 所以現在短期之內 26,000那些大位 我想關鍵都比較大些 如果這一轉又再失手的話 又要再可能去25,000那些水平 即是說上下波幅 這一轉一失手的話 又有1,000點的下跌 所以就要看下 接下來會不會有其他壞消息配合 好啊 那就要看著26,000這個關口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觀眾 可能最近都是在監視熊仔 KK 看到觀眾Annie Hong說 今早早就走了一隻熊仔 他就說下午可不可以補回呢 還有觀眾謝兒芳說 他有隻熊仔未走的 那現在是否都可以繼續呢 就先維持住呢 其實現在有勢又未變的 我覺得 即是你說 現在你吃了壺 是不是這麼快買回呢 那我覺得這一轉 因為說真的 你落回去26,000 其實都是那200點左右 那以成交來說 又未去到 或者以半個成交 今天都是400多億 又未去到大成交 我又會覺得很快穿26,000 所以你剛剛沽了的話 我覺得就不應該這麼心急再加追 反而你看到26,000那些位置很快下去 又或者下午成交大了 你追沽 又再買回 駁它下25,000的話呢 那策略才叫做好些 所以現在呢 我覺得你在這些位置 吃了壺就算了 那如果你說 我已經還有隻熊仔的 那我是否繼續拿著呢 如果有的話 我繼續拿著呢 因為這一轉落的話 那可能真的會碰一碰 最近 都是50天線 兩萬六邊附近 所以呢 短期如果有紅的話呢 我覺得你就應該先插著 沒有的話呢 就不要亂搏著 寧願呢 博國勢出現了 到時才去再入紅症去部署 好啊 那紅症部署 就可以留意KK剛才的建議了 另外其實市場 都還要再看美國那邊 因為見到美國政府 都已經是停擺了超過20天 還破了史上美國政府 停止運作聚場的一個紀錄 看到標譜就預計 截至到1月11日 美國政府停擺造成的經濟損失 已經是達到36億美元 再加上見到美國那邊的企業 就今個星期開始公佈業績 導致期貨今早早都是要跌的 KK你預計 但是呢 美股的走勢是怎樣呢 會不會拖累港股呢 這個就會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在美國呢 就是今個星期公佈的企業的盈利 主要都是一些銀行股 但是市場上面 預測第四季都是一般的 那有機會呢 就大家是拿著這個藉口 又再去一些沽貨的行動 而我想這次呢 我們要留意那個業績呢 不單止是 究竟李安貴的變化是怎樣 又或者一些小的業績是怎樣 都要看起來呢 他們對於今年的盈利預測 會不會有些改變 因為在業績公佈之前的 就是上個星期之前呢 其實你看到 比如說蘋果那些大型公司呢 都是被大行將我目標價 今年的目標價呢 就是調低 如果你說很多銀行股 出到你的結果 又或者其他板塊 那個數據是差的 但是呢 未去到很擔心今年的話呢 那市場調整幅度呢 可能有限 但是如果你說今年呢 他們的盈利預測 都好像蘋果那樣 又說將自己下調了 令到市場很擔心的話呢 那下去那一下的速度呢 就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個星期的焦點呢 確實應該看回美國的 企業盈利的結果 以及未來今年的預測 稍有不對勁的話呢 可能會拖累著廣告的情況呢 可能會跌得比較快 嗯 好啊 大家都要留意著事件的發展 那我們不如就說一下 今天跌幅比較大的板塊 就是一些內險股 見到中國平安 中國人壽和人寶 都齊齊就三連升就斷纜 見到中國人壽就跌穿了一百天線 人寶都失手了二十天線 就落到十天線附近的 見到這批保險股 中五收市跌幅都介乎百分之一 有些甚至是超過百分之三 見到李昂就下調了 多隻內險股的目標價 因為內地保險企業 就再次買一些定額年金的產品 希望這些產品 就可以扭轉回銷量下跌的影響 不過李昂就覺得 在國債的息率低企之下 這些產品可能會造成負利差 所以就將今年行業的新業務價值增長 就下調去到6.7%至9.5% 當中就將中國人壽比較看好一點 因為它定價進取 預料成績就會是內險之中最好 但就將新華保險的評級 由跑贏大事就降到跑輸大事 主要是因為預計它 達不到新業務價值增長的目標 以及它管理層換屆 都引致一些不妥定性 KK 你又預期內險股 今年的新業務價值增長的表現是怎樣 人仔回穩 按照你對於內險的盈利 就有些幫助 但是內險股的走勢 是不是都沒有什麼看頭呢 大家是不是沒有什麼誘因要去買 其實近來的內險股份 那個股價走勢 就不是很跟得住A股 還有在人民幣去走強 都好像對於它的幫助不是很大 甚至乎我們講了內地國債匯運 都沒有什麼幫助 這個我想跟市場上 擔心幾樣東西有關 第一個就是譬如銀寶監 現在都說 將今年一些市場的開放度 對外資開放範 所以你說 當你要開放市場 又說希望市場更加專業 這樣的話 可能會對於內地的保險公司 的前景會有些憂慮 因為不僅是說競爭能力 內地的保險公司 你一向講的產品的數量 甚至乎質素 都跟外國的相差很遠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會看到很多內地的買家 就來香港買保險了 這是一個原因 所以這個反應不算太大 而其次大家都可能會擔心 究竟那個經濟狀況 甚至乎寫整個內地的息率的回報 這個關係 我想現在內險股份 只是說要憂慮的事情 可能會比以前更多 所以前景我覺得就要審慎一些 因為就算你說 接下來他們公佈全年的保費收入 甚至乎一些的盈利的預算 就是告訴大家 是很好的 但是未必說真的可以 今年那個盈利預測都好 所以無論過生意有沒有價值 甚至乎今年的保費收入 我覺得都有一些的挑戰 所以如果你說 只是講短期這些的數字 被出來給市場下有信心的話 大家對於保險股份 可能都會有些憂慮 尤其是之前新華保險 已經預計了他們那個保費收入 我們都要再倒退 這個對於之前的內險股 那個影響性的氣氛其實都挺大的 好啊 但是我就見有觀眾 可能見到今天 那些內險股都回得這麼多 可能都想罵一下 Mandy Chan就說 966中國太平衡可不可以入 KK如果是否整個保險板塊 都不應該去怎樣 暫時就不要亂拼反彈 因為只要是 這一轉其實較為強一點 那些反而是中人手藥 你見之前呢 比較強的平保 其實由74元呢 真正下下來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那現在只是算是 在十天線樓上 就是講平保 但是你看到它回得這麼急的話 我覺得還沒算買的時間 應該都是等多一陣 你看一下這轉A股 是不是都仍然是 譬如上陣子數 都仍然是守得住 上個星期五的那些位 如果你說上個星期那些低位 都守得住的話 駁的話就可以駁回一些 就是內險股短線 不是長線 那比如平安這樣 你去到68元以下的那些位置 你駁它再一次65元不穿底 雙頂能夠頂得住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中國太平呢 我就覺得有些保留了 因為太平呢 你見到它走勢 就算是這一轉呢 彈都不是很彈下 就是反映了 大家對於保費收入的 放緩的機會影響了它 其實它的影響比較多些 所以你看到敏感度低呢 現在博 我覺得它又沒說 叫它突破了下降軌 所以這個太平呢 我就幾有保留了 如果你現在博的話 所以時間就未到 應該再放多一會 不是仍然守得住19元那些位置 真的19元滑行了 可能你說3、4天 看到19元頂得住的話 才再考慮博反彈 好啊 但是有觀眾看得都幾淡 Andrew Fong 就說 中國平安有沒有可能下望60元 KK 如果你只是計個股值 如果真的當A股有在市底的話 60元就會見到的 但是這個都是要比較厚一點的事 因為這一轉你看到平保 它在65元那些位置 即66元附近 都是頂得住的話 都叫勉強是突破了 由12月初下來的那個下降軌 現在都叫做在下降軌的上部分 除非這一轉呢 真是繼續走在下降軌 跌穿多次66元那些位置 在一圈那一圈那一圈呢 那你說追潑或者是加紅症 駁它60元呢 機會就會大一些 現在我覺得就早了一些 即是如果你要看淡的平保 因為暫時的市況 是今天的市況好像又跌回 三十多點了這樣 但是市場是不是真的 消息差得那麼多呢 那我覺得還沒有去到 應該你遲些才去追估平保 才較好一些 我們說完內險股 不如就看看手機股份 見到有幾位觀眾都在問 當中Kevin就說 今年的手機股前景不明朗因素很多 是不是就不要買相關的股份呢 其實見到今天都有些手機相關的消息 就有傳蘋果公司計劃 今年秋季會再推出三款的新iPhone 也有傳最新型號 最高端的型號會配備三鏡頭 但是瑞信就下調了 2018至2019年 蘋果負運量的預測 也都下調了 蘋果供應鏈相關股份的出貨量 和盈利預測 見到一批手機相關股份 譬如好像信羽和優泰都跌超過2% 瑞信科技都跌超過1% KK看到大行對於瑞星的看法都不一樣 之前麥格里就說 看瑞星的負面因素 現假都已經反映了 就升上瑞星的評級去到中性 但最新看到瑞信有將瑞星的目標 降到39.1% KK你又怎樣看整個手機板塊的走勢 其實現在我想很多大行去看手機設備股 要看兩方面 也都在現在中間的轉接點 因為利油高位下了這麼多 大家會在想消息是否已經相關反映 之前蘋果的盈利預測已經下調 又說出貨量會減少 股價都彈 就是來自大家都對於今年年來 還有這個板塊叫做見底 或者業務有機會的預期增加 那如果你說現在市 就是那個價 我想未反映一件事 未反映究竟退存業績 究竟毛利率的影響性又會有多大 因為出貨量的減少 不單止對於收入會有影響 甚至對於今年它們整體的生產效率都會影響 因為效率一改變的話 你變相無理一跌下去就會跌得更加深 所以這個就一定要是他們公佈完業績 才知道股價什麼時候見底 所以只是說股價見底的機會或者時間 應該都是3、4月才可以確定 究竟新方向是怎樣 所以我仍然是觀望著這個板塊 因為以今年或者去年 大家仍然看得這麼淡的話 股份在今年見底的機會 其實是增加一點 因為只要跟你說說 毛利率沒有那麼差 收入雖然是有放緩 但仍然有盈利增長的話 市場可能信心會大 還有你會看到現在蘋果宣佈 真的有譬如三鏡頭 甚至乎三星其實都很快會公佈S10 即是那個新的手機 如果你說真的有突破的話 又或者今天其實都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5G在內地 其實那個使用可能今年會有些地方 會開始發一個地方拍一些牌照 如果你說又有一個新的換機潮的話 就是由4G去到5G 那那個手機設備股的看法又不同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的消息 是比較差一些的 應該手機設備股未見底 但今年年內見底的機會 我覺得就會比較大 尤其是兩鏡頭變三鏡頭 四鏡頭5G的開通 所以手機設備股 我想前景方面現在 大家都是15、16 未知道究竟還要見多久 或者是否真的見底 但我想去到全年業績之後 其實他們的方向應該會再出現 到時才再真正去 譬如加回倉好 還是到時又再平回倉 到時才再決定 好啊 剛剛KK你也提到 5G那邊有些消息 就說今年一些內地的城市 可能會有一些5G相關臨時牌照 就發出來 看到有很多觀眾都很關心這7800 近期 都想問問KK你怎樣看 因為看到觀眾Karen Kock 就想問這7800 甚麼位置可以進入呢 還有Sumon Chan 都想問這7800 短線的操作呢 是可以怎樣做呢 都是甚麼位置可以進入呢 其實現在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們升上來那陣 你見到之前建議大家玩的 都是10天線這樣 然後你駁短線打 剛剛那一段 就因為10天線跌了幾次了 現在1月初的時候 下到20天線 很快又上回10天線 就這樣看形勢 或者在消息大家覺得 5G就衷勁無限 但是鐵塔其實那個價錢 就要完全反映這些因素 因為它的估值沒有理由貴得這麼誇張 如果你只是說回一間公司是做跌訊 就算你仍未有增長一倍甚至乎異上 那現在說的 2018年的預測成率呢 都已經去到60幾倍那麼多 那我覺得就誇張了一點 尤其是在上個星期 你見到那個價錢 見到1.58的新高之後 又再回落反 成交又不是說太少的 那是這兩個交易的 即是連帶上個星期五 就好像守得住10天線 但如果你問我是不是這些位置買呢 我覺得這一段短期你博的機會 就應該告一段落了 因為一旦它一再試回去20天線 甚至乎一跌穿的話呢 那一下獲利可能會比較快些 所以現在我覺得就不應該駁短炒主了 應該那個價格呢 你真是落回去剛剛一月的那個低位了 那就才可以駁短炒主了 那個位置呢 那一個三毫七附近 就是你落回一毫子左右呢 先再考慮鐵塔的部署 而你說之前有貨的那些呢 那如果真是有機會 是又再彈回到1.5毫半那些位置的話呢 我建議都先走一走 因為這一鑽鐵塔的股價調整的機會呢 應該比之前大弱一點 所以就應該沒有貨的話呢 應該是再等一會才再考慮吸納 好啊 那可以留意著一個三毫七這個位置先 那今天呢 就很感謝KK和我們解答了很多觀眾問題 想問你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呢 我今天說的股份呢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KK 也都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以及你們的問題 那我和大家就看回現在呢 恆子下午開了市之後的表現 看到跌幅呢 都是維持在大約370點左右 現在呢 恆子就在26300點左右的水平那裡徘徊 那今天五時博也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下午4點半的收市後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嗯 戶口 咕啡 咕啡 你 有